苗栗清晨洒起暴雨 竹南镇一触地下道淹水 没想到有台黑色轿车 没看到封锁线转弯误闯 半台车直接泡水驾驶受困 警销货报道场涉水 走进地下道将人救出 索性车主没有答案 而方便通过气象鼠一大早 就针对苗栗竹南头粪等地区 发布一级淹水警戒 警方锁定会淹水的地下道 在路口拉起封锁线 但还是有车辆误闯进去 另外苗栗光是从早上七点 就下起短延时强降雨 短短五个小时内 累积的雨量破百毫米 苗栗县消防局也统计 光是在上午就接获了 六件地下道积水 还有五起倒入淹水的情况 头粪市区排水不及 一度还出现淹水清新 有家长要带小朋友上课 为了避免小孩的鞋子湿透 只能够背着走 索性于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没有酿成重大灾情 TVBS新闻谢果金亮反应 苗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